中秋节即将到来,卫生局抽烟应景食品,包含49件烘焙相关食品,像是月饼、馅饼、凤梨酥、蛋黄酥、烘焙馅料、71件烤肉用食材,包含肉品、海鲜、蔬菜、加工炼制品、豆干及米血糕等,以及3件烤肉调味酱,总计抽烟123件,发现7件不符规定。 那我们依照产品的一个不同,我们则定不同的一个检验的项目,包括我们的食品添加物,像是防腐剂、酌色剂、甜味剂、漂白剂,以及苏丹色素,还有动物用药、乙型、受体素、农药残留、环养蚁碗,还有重金属、铅跟葛,还有食品中的微生物。 那检验结果是有一件预头线是检出防腐剂、几二细酸不符合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剂规格标准的规定。 那有一件的四季豆是检出残留农药英德克,不符合我们的农药残留容许量的一个标准。 另外标示有五件不符合规定,其中豆沙、半蛋书、玉火凤凰书以及金Q玉头书三件产品, 他们的内容物没有按照含量的多化,由高到低分别去标示,也没有标示净重容量或数量以及原产力。 另外也没有标示食品过敏源的一个资讯,那有一件下豆坚果塔没有标示原产地, 以及它的有效日期是单独粘贴在包装上,还有一件的会上饮凤梨书是未标示有效日期。 那针对上述检验不合格的产品,我们已经要求贩售地点立即下架, 那违规产品都来自外县市,我们也以请所下的卫生局进行后续的一个办理。 卫生局表示,品质不符规定的产品已令贩售地点业者立即下架,且不得贩售。 经追查违规产品来源,均属外县市,以以请所下卫生局依全责办理。 那标示不符合规定的部分,其中有一家是在我们台北市已经进行采取, 标证有一家是来自外县市,我们也以请所下的卫生局依全责办理。 那不符合我们食品贴交流使用范围线暗计规格标准的话, 是会违反到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8条第一项, 可依同法的47条第一项处责任业者, 先台币3万到300万元的罚款。 那不符合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的话, 是违反到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第一项, 以及第44条第一项,可处责任业者6万到2亿元的罚款。 那标示不符合规定,是违反到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第22条第一项, 可依同法第47条第一项,处责任业者先台币3万到300万元的罚款。 卫生局提醒,消费者在选购月饼、礼盒或生鲜肉品、 随产品等应结食品时,除了选择幸运良好的店家购买, 应尽量选择包装完整及标示清楚的产品, 避免购买颜色鲜艳、异常白皙或偏离传统色泽太多的食品, 并注意制造贩售场所环境是否清洁卫生, 以及注意产品储存温度才能吃得安心。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抢千尾远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請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。 其实 Интерес的 три项,订阅能力感应当地转发围.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